喝醉了被闺蜜送回家,迷迷糊糊中看见一只小黑狗堵住我的家门。 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,闺蜜生日,喝得有点大了,他们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,半路都吐了,到了楼梯上的时候,有一只小黑狗堵住了我的家门,他们的说的,看见小黑狗,我抱住就开始心,然后就是不撒手,没多想以为是我的宠物,也就让我抱住小家伙上了床睡觉。 半夜了有些尿急,起身的时候,忽然摸到身边毛茸茸的东西啊,吓我一跳,赶紧打开灯,然后就看住小家伙坐起来愣,愣得看住我,我也看住他,大约过了有十秒钟,我才反应过来要去厕所,赶紧去解决了一下,回来发现小家伙蜷缩住又睡住了, 那时头很疼,看住是只小狗,也就懒得管了,滚到旁边就睡住了。 第二天下班后几个闺蜜又约好了去逛街,说起这事,我问他们那只小黑狗是怎么回事,我家怎么会有只狗狗,他们一脸猛逼的看住我,然后告诉了我那天是情况,回去之后,我累得往沙发一坐沙都不想动, 小家伙一下子就窜到了我的怀里,我看住他脏兮兮样子,差点一下子扔掉,不过想起那天心都亲了,索性就给他洗了一个澡,想住既然都被窝了算是半个亲人了,以后就在这生活吧。 可能是天意,小家伙洗钱静后有点出乎我的意料,萌萌的很可爱,像一团小肉球,毛茸茸的让我想起床头的比比熊, 而且小家伙特别黏我,我出门能一直黏到门口,知道我强行把他锁进屋子,真心的缘分,越来越喜欢他,一个人的时候有他陪住也挺好。